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一南杂战友老师来开讲 11月丰台股 这个月的指数是击涨了将近有1500点 击进了史上前十大单月长点的记录 加上尖尾盘又有MICI的季度调整生效 最后一盘是爆量拉高 让11月走势是漂亮收尾 12月还会继续充满 年底的行情轮动飙涨股 下一棒怎么找 尖尾盘请教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婷娟大家好 我是阿豪 台股11月的行情真的是多强的 让人不要不要的 很多个国如果不勇敢追 很可能怎么都追不上 或者是追了很容易就被甩掉洗出场 该怎么从累积经验当中 找到最佳的买卖点 抓住最甜的获利段 尖尾盘请教分析师吴跃展了 展哥好 婷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 因为在这个礼拜的一个 今天的台北股是收月线 阿老师这个月的台股 强到翻掉 如果看月线的话 是拉出一根又长又红的大红K棒 那我们先来看 因为今天最后一盘是小拉尾 主要是因为MACI 盘后全中调整生效的关系 那外侧的部分是对台北股 是连三买的 买到80亿元 那么反而那我们看到了 是在头线还有自行商的一个部分 稍微就是出现了 比较有点站在调节的一个卖方 那我要请阿老师帮大家来看一下的是 因为11月份台北股市表现实在太强了 那因为这一波的急涨行情 其实很多人有点看着指数一路往上冲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掌握 年底的作涨行情 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机会 还有没有空间怎么掌握 对 其实今年就只剩下一个月了 明天开始就是12月1号了 真的 最后这一个月 如果说11月没有赚到钱的人 真的要好好把握 那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都在等 等这个MSCI的这个季度调整 结果到最后收盘的时候 大家很关心 他到底有没有创今年的新高 结果他差30点 也是差一点点 他是收17433 所以在这个时间内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先给大家 因为如果说明天开始 他真的突破的话 那应该怎么去应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是在于这个20 对不起 这个是20日 因为这个是日可以办法的部分 这个20日的这个均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为什么 各位你看从11月1号 这一路狂奔 一路狂涨 快要1500点 但是你会觉得奇怪 他就只差30点 他怎么不过去 这表示说这个控盘者 他在等一个东西 那等什么东西 等这个20日的均线 为什么 因为5日均线 它是跟得很紧 所以它是一步一趋的 就上去了 可是这个20日的均线 它就走得比较慢 目前大概在1700点左右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说一直在上去的时候 那他就会有点乖里过大 乖里过大 所以乖里过大 然后又过高的时候 那表示说他就没有后路的 就要一直冲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内 他留了一点点 我留了一点点 等这个20日的均线 能够去跟上的时候 那他就有底气了 有底气再去走这个第二段了 所以转强点跟这个转弱点 我觉得把它把握住 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好 那因为看起来11月份 因为已经飙了1500点了 如果说在下12月份 这么多题材持续加持 还有行情可以期待的话 我想简单老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波 行情来得太快 让人措手不及 第一个 这波的一个反扑 再来我怎么去找到 多方式隔绝的股票 我怎么去抓到最聪明的买卖点 这边有没有什么PayPal 可以交战大家 对 其实我觉得再来 最后这一个月 其实加权指数不再是重点 而是你买的股票 能不能够买到一个对的点 一个比较容易赚得到钱的点 那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其实大家的反应会说 老师怎么叫做反弹三部曲 其实还是有蛮多新的观众朋友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 整个股价的这个循环的过程 跟各位去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让各位知道说 你在盯着哪一档股票 或是你手上的哪一档股票 其实现在已经走到了哪一个阶段 那下一步最有可能出现什么 那另外有一个架构 那反弹三部曲的话 其实这个KD低档背离 这个只是一个加分的作用 它真正开始走势 从这地方开始 站上五日均线 突破下降切线 一直到MACD 油腹反正 如果你的股票 现在是MACD油腹反正的话 表示它已经由多方接手了 那我们昨天提到的就是这里 那由多方接手之后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那它多头的续航力够不够 如果它的续航力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成本的优势 因为你成本买得漂亮的话 你同样的那一档股票 人家你就比较容易去 比人家容易去赚得到钱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重点 把它做一个聚焦 多方的续航力表示说 你如果已经是多方的股票了 你的MACD不能够再变成 你走以下 不然又变成是那个空方式了 好 再来 KD在50以上 这个叫做有利多头 那因为KD的话 它是一个震荡指标 它有时候在50以上 有时候也会跌到20以下 对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做的话 尽量去找KD在50以上的 那另外那个买卖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均线交叉之后 你才去注意它的助长 或是这个压制的力道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大概就有一个观念 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给各位看 那你把这个例子 套用到你正在 也许你手上还有一些股票 也许十一月 它还在那个地方睡觉的 你就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其实市场上这两天 最关注的应该是这一档股票 因为它两天两根涨天八 而且它不是那个小量的股票 它是一天成交量 十几万千的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之前我们给各位的 这个口袋名单 那怎么样把口袋名单 变成口袋红包 我觉得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这十二月份 大家要去努力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仔细去看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下降切线 好 下降切线 来 反弹三部曲 反弹三部曲 它如果是在这个MACD 在临走以下 这个都是在反弹 所以它的第一步是什么 站上五日均线 突破这个下降切线 MACD在这个地方 由复翻证 它是不是变成由多方接手 所以你会发现 会涨的股票都是 MACD开始翻证之后 那个地方它会比较有所表现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 那它已经翻证之后 哇 涨这么多了 那如果说我在第一时间 没有去做一个切入 比如说我们有 在迫切出手 这地方切入的时候 那第二进场点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是不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均线交叉之后 它会有助长跟注点的力道 所以你就等到它有回来 再测这个均线 也就是在箭头指的这个地方 测这个均线它没有破掉 表示它有助长的力道 那再上去的时候 各位抠下去 各位到今天 从四十块到六十块 才花几天的时间 我这档股票 它起涨是大概四十块起涨的 然后其中有五十块到六十块 那用三天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效率 操作的效率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也不是说 只有我们的股票在涨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举一档 你可能之前没有去注意到的股票 对 这档股票呢 它叫做安泰克6276 那你说的都是这种股票 我都没有听过 各位我们台湾真的有 蛮多好公司的 你看它去年赚了0.75 但是到今年第三季 它已经赚了2.23了 我怎么都没有发现那种股票 各位其实一样 会涨的股票 它们都是依照这种股价的循环图 来 你注意看 从之前这地方 它一直在零走一下 你如果在这地方买它的话 你会觉得 很闷 对 有没有发现零走一下 MACD在零走一下 好 可是当它开始动的时候 它就一口气就直接发动了 是 站上五日均线 突破降降切线 MACD有败症 几乎都是在同时间进行 是 有没有发现 刚刚跟刚刚滑台模式 几乎一样 对 然后接下来 你如果说已经错过了 这个第一个买点怎么办 没有关系 记得在第三个 KD 等到它50以上 在这地方不用去追 但是它重新回到50以上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那再包括说均线 它有一个助涨的力道 回来测这个均线 没有跌破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三天三根涨定板 当然我不是说 各位要去追这种 已经三天三根涨定板了 而是你去注意 一些比较会动的股票 其实他们从技术分析里面 大概都逃不出 我们刚才的那一个模式 我觉得在这时间点 好 那毕竟那些 都已经是涨上去 已经都三天三根了 那有没有才 甚至十一月都已经涨五层了 对啊 那有没有还没发动的 好 那我们就想一下 刚才那个 Man Fresh的这一块 是 这个你或许或多或少 都有听到那个媒体在讲 他们可能在 接下来有机会去做一个表现 是 那刚才那个 安泰 华泰它是50块 它那时候是压在那个50块 结果50块一突破 砰一下子就到60块 好 那我们去找一找 有没有他们那一个族群的 同样这个架构的 那我们再往上找 我们觉得如果是这个IC设计的 有关于Man Fresh的代表 应该就是它嘛 那你注意去看 它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它最近跌跌跌跌 跌到什么地方 跌到零走以下 有没有 是 所以跌到零走以下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重新开始 反弹三部曲了 对 那反弹三部曲的话 是不是站上五日均线 今天它第一次要来挑战 这个下降铁鞋 有没有过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那差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发现整数关卡 有没有发现整数关卡 所以如果说 它有完成反弹三部曲的时候 我觉得它一突破 那个五百块的那个 关卡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复制 那个华太的那一个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好 所以看起来 如果要掌握 老师的口袋名单 要把它变成口袋红帽的话 其实有些从相关的老师 交战的一个步骤 配方其实可以发现到 真的有蛮多的一个共通性 好 那接下来 因为12月份的一个行情 大家还是抱以期待的 那我们怎么去找 老师 这边特别提醒大家 资金要聚焦 聚焦 再聚焦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资金聚焦这个操作呢 对 其实资金聚焦 对各位来讲是很重要的 今天是11月30号 那我昨天刚好有接到 一个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电话 他说老师 11月的行情真的是飙翻天 但是他的股票都没有动 我就想说11月那到底你在忙什么 那我去看还真的有蛮多 之前很热门的股票 11月份真的都回到原点 像323亿的尾创 10月1号的时候他跌破100块 那到今天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报了一整个月只涨了300 300块 一张贪300块你知道吗 300块啊 不是他涨了300 是一张你报了一整个月 他只赚300块 你扣掉所需费的话 其实这一个月他真的是配欠的 可是大牌是涨1500点 对 所以如果说你很多股票 是卡在这类型的一个股票的时候 我觉得在成本 就是那个机会成本的部分 真的是有点浪费了 所以要以股换股 把它聚焦到接下来 比较有机会 人家最后充滞的这些股票 可能就是当下最重要 什么样的股票 可能人家在最后这一个月 会去做一个充滞 锁定的这个半导体 这个AI IP跟这个车用 你至少要知道人家 现在锁定了哪些股票 那你把那些股票 放过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比较有机会 搭上人家这个坐账的列车 所以像这些口袋名单在什么地方 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之后再记事本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 11月都已经涨了快1500点 你还是没有赚到钱的话 我请你先做一个动作 先按这个178 加LINE之后先按这个178 因为今天的这个网路教学 我特别针对昨天那个观众朋友 也许各位观众 你刚好也是遇到 跟那个观众一样的问题 赶快加LINE按178 把你那个包袱先拿掉 你才有机会赚到12月的大行情 好 12月份年底行情 还是相当多的一个题材 值得做期待 那怎么样以股换股 聚焦资金来进行操作 相关这些禁书买卖点掌握 可以在阿浩老师赖均素里面 找到更多教学的一些 PayPal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咯 好 再来看到像尖盘中 重电股的压力在法说后 是急喷一段咯 12月份如果要看 正色股来电的话 重电股会续号吗 这些强势股怎么追怎么报 等一下回来请教吴岳璋老师 欢迎回到600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台币中常是小饼 一分都收在31.26元 不过这波的热钱大浪 光11月份台币是大升超过一块钱的 那我们来请教蒋哥 因为11月份资金的风狗浪来袭 这波多方式格局 这人是锐不可挡 好 但是问题是说在多方式格局 投资朋友到底该怎么样 从中赚到钱赚到手 这有没有什么新法 PayPal可以交战大家呢 对 最近有朋友有同学跟我聊天 其实我会觉得 有时候观念上是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人类 我们讲人类其实 在某个程度上也是动物 所以人类演进的过程是怎么样 从以前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就只会狩猎 猜疾 然后到后来进入所谓农耕社会 为什么会进入到农耕社会 因为农耕我会稳定 我种完我知道我可以留多少 我可以得到多少 但是交易到底像什么 这个我觉得心态上面 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其实你看 像真的是农作的话 其实你就是认真做嘛 然后干嘛 就春耕夏云秋收冬场 对 就等收获 就是这样 那其实很像一般的工作 对不对 我有加班 假设我开Uber好了 我多开我多赚 对 其实这就是一般所谓的这种 比较偏农业的概念 就是做多少你就会赚多少 但是其实在交易上并不是 所谓的那个农业的概念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在捕鱼 捕鱼是什么 其实第一个 我们当然依据经验去做该做的事 因为我们开船出去我们要下网 下网我不知道上来会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有什么很珍贵的鱼类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们下网之后就等待大海 也就等待市场给我们回馈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你的钱就是你的网子 如果在这种时候对不对 现在黑潮来了 黑潮来了你不下网 你也不可能捕到黑鲑鱼 所以概念上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你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愿意 投入这个市场 然后去市场看有没有机会换钱回来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概念 那当然你说这种概念怎么办 很多同学就说我前几个月 都很认真做都赚不到钱 还亏一屁股 有没有 现在套牢一大堆 所以其实 有时候就是一个策略 因为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讲说要小心 但是OK 进到11月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 其实要努力 我要努力做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一直延续的策略 那我们继续从个股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 今天红蟹科 我们这一天跟优打连线 就这天下来我说守月线 对不对 就今天又大涨 就是我们讲的洗盘再拉 这就是一个多头的征兆 这没有问题 所以这又中了 所以我们讲完你隔天去买 不小心就赚钱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仓和是昨天我们也讲 成长性强受到盘式影响的 其实我是在这边 还没站上季线的时候去买 那今天我在我自己的频道 所以大家记得扫QR Code 我们会跟他分享一些 过去我们操作的个股 为什么 我会在那个时候去买 当然有点是盘感 但是OK 我们就跟他分享一下 就今天也是一样 继续大涨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亮滚亮 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漂亮的格局 对 然后昨天还讲到什么 台办 讲完了 所以讲台办的时候 我想说盘都没有在涨这些族群 根本就多头边缘人 怎么会提到二基体 结果今天 哇 好多就直接喷出去了 对 所以你看这种就是盘感 因为我昨天看我就觉得 好像要动要动的感觉 所以说昨天我们盘中来准备资料 我就可以拿这一组出来讲 不过当然 当然 这个地方我们讲说是 外资低档布局 所以确实外资是这一段 确实是有进场布局 对 然后这样的走势其实说真的 说穿了这个是不是月线翻扬 然后这边站上季线 但是当然我们讲到昨天也是 刚好就是真的起掌点 那当然其中台办算是 相对比较少一点的 强貌好像涨得快8% 对 强貌先拉比较凶 但是同一组其实今天都有表现 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延续这个策略 但是我会发觉一件事情 对于一般的同学而言 你这些策略跟你讲了那么多 可能你也很难找股票 所以我们今天就教大家一个 那个散户可以用的方法 来 我们看这一张图 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 这个是以天独隆记电影版 然后这个地方张无忌 李廉杰演的张无忌 他就遇到张三峰 我教他太极拳 太极拳的概念 其实从武学的角度是什么 其实传统的武学 有一句话叫 千招千破为快不破 就是比快 然后比力量大 大概概念上是这样 但太极拳有点颠覆传统的逻辑 就是以慢打快 以游客纲 其实重点是什么 后发制人 这个地方对于一般散户 你可能就比较有帮助了 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 族群中间有没有人是先发动的 然后再来我们从筹码面 因为这个都是散户比较爱用的 筹码 法人有没有买 有买我就比较想买 所以法人有默默布局 但通常在低档的时候 你只要注意它如果是一个趋势 有点买多于卖的概念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注意 然后再来当然基数面的操作 因为今天也有同学在跟我聊天 我就说 其实他说你讲那个操作 会比较简单明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跟你讲很多基本面 跟你讲本益比 跟你讲什么 股价净值比 讲来讲去 你心里没概念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快要突破了 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价格这件事情 所谓技术面这件事情 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讲 你是看得到 而且很清楚 到底发生了还是没发生 是很清楚 所以这几个点 大家可以去记起来 那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些例子 这些是过去的例子 这个第一个我们讲照例 我在同学会是11月3号推荐 然后同一天推荐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 就是说那个苹果供应店 所以说照例 新日新等等 所以同一天 我两档一起介绍 结果你看 介绍完之后是不是就一路喷 对 然后新日新也是一路喷 是 对 但是呢 其实我昨天本来连线 有准备要讲这一档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都是做枢纽 是 都是走成 但是你看 我们介绍 这个箭头跟他们是同一天 对 都11月3号 这一天 我们在介绍他们两个的时候 他没动 结果隔天就跳空开高 但是开高之后一个横盘嘛 这边是不是靠近十日线之后 又拉 又拉一波 然后再来 到这边 昨天 他在创高 是 前天在创高 结果前天他还没突破前高 结果今天拉涨停 所以你看 在整个族群里面 如果很多人看股票是什么 是 就是手机点开 看着他的走势图 我说你那叫看盘吗 那不叫看盘吗 因为你看来看去 就是他的走势而已 对 因为看盘你要有个概念 就是一个点线面的概念 这是个股是一个点 你串起来变成一条线 那有时候再串 就会变成一个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昨天会讲 车用的概念 是 那再来我们讲这一个叫国具 国具在这一天 11月2号 在同学会讲 那时候讲的概念是什么 我说这叫破底翻 当天我们同时举的例子 是文业3036的文业 是 然后再来我们发觉这一天 忽然一根藏红突破前高 对 然后为什么我会说国具呢 我说他的状况是什么 外资连买了四个月 一路买 奇怪了 外资怎么会一路买 对不对 这么大的股票 但是他就是一路买 就是买给你看 就是从来就涨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这种破底翻 后面应该有行情 结果它这一天发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 华星客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一天它其实有稍微突破 就流上影线嘛 对 但是你看隔天还休息 它也是一样 隔天还休息 结果呢 后面两天就上去了 是直接跳空上去的 对 所以你看到国具 老大在发动的时候 华星客还没动 甚至他还有拉回 让你买的机会 然后甚至你说 华星客虽然都是被动元件 那我可以买同租群的 同集团的 同心店 其实一样的状况 所以怕怕怕 是不是又上去了 所以这种时候 这个国具在涨 大家是看得到的 对 那你看到的时候 就可以思考 有没有别的个股 可以操作 来 再来 最近这个也是 中心店忽然在动 重店族群 重店族群也是闷了很久 一大段时间都没有人在看它 没错 所以它也算是边缘人之一 一群边缘人 但是你看中心店的状况 这边一个整理 很明显 这边特别流升降量 完全没量 对 就很冷清 但是这一天11月23号 这一天是不是很明显开始出量 而且出量是突破 对 那当然隔天就再涨 但是你看同样一个时间点 拉过来 亚力 中心店在突破的时候 亚力是没有的 是收一个十字线的 就隔天是不是突破 马上拉涨停 换它 对 所以你看这个状况 我们就可以回头来想 华晨同一天这里 它在最低档 但是它这边上来之后 其实还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那有没有可能它也跟上 是 所以我觉得操作上面 这些今天教大家的方法 就是所谓后发制人 但是这种方法不是说 随时都可以用 通常是多投行情的时候 很容易后面的个股会补涨 但是因为我们一般操作 我喜欢说我喜欢做老大 对我来讲是这样 但是大家比较可能 没有能力找到说 可能要发动的股票 那我们就借由市场告诉我们说 已经要发动了 那你在同租群里面去找 我觉得概念上大家一般散户同学 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去找寻 你想近期想要买的标的 是 那最后还挺记得加QR Code 就是烧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频道上面 除了会想股票之外 9、8、9 满常分享一些有的没的 这些都是操作心法啦 对 因为前一阵子行情很不好嘛 我就说我们就用孙子兵法 跟大家分享 我说孙子兵把军行篇 散守者藏于酒地之下 一直都躲起来 不要出来 不要露出马脚被人家抓到 所以我说你就是尽量把 现金水位提高 不要说买一大堆股票 就一个一个中枪 但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散攻者要动于九天之上 就是真的要努力 用力做 用力做 那今天瞧他这一招 我们用李小龙的一句话 对 来跟大家分享 他说我不害怕曾经练过 一万种踢法的人 但是我害怕 一种踢法练过一万次的人 是 虽然我们教大家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招数 但是坦白说 大家听了可能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一招可以用 对 那我们今天教大家这一招 就是很简单 就是教你一招 你要自己做 你就用这一招好好做 把这一段行情做完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当然 这个状况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 还是可以 记得回复那个3088 因为最近我们都还是 以筹码为主嘛 所以今天还是会帮大家 汇检一下筹码筛选顾 所以补充一下 像刚刚的姓吉 也是昨天筹码筛选给他的 是 所以早上真的有注意的话 你就发觉 老师在讲照例 那我可以找姓吉 姓吉 那你就会逮捕 直接先冲出去了 所以今天的状况 也是跟大家分享说 筹码里面可以怎么去